原子彈當初爆炸的時候 那是震驚了世界 後來又有氫氣彈 氫氣彈比這個原子彈 是幾萬倍的力量 那就有個問題 說將來氫氣彈會不會用在 未來的 戰爭當中 講到這點 我必須要說 我不是絕對的樂觀主義者 也就是說您認為 人類是很有可能愚蠢到 有一天自我毀滅的 你要讓我直接回答 我說Yes 多種情緒掺雜在一起 使得楊振寧非常希望 能為祖國的建設盡分力 上世紀70年代 國家有關部門 請他對當時非常受重視的 高能加速器的項目發表意見 楊振寧沒有人云亦云地敷衍 認真思考後 他直言不諱 提出反對 那個時候中國政府打算要 造一個1億美元的加速器 那個是70年代 你不知道中國窮的這個程度 那麼窮的一個情形之下 要花1億美金蓋一個這東西 一時也不會對任何人 有國際民生有什麼好處 所以我覺得我必須有反對 很多的同行都跟我說 中國已經都要做了 你不要反對 我說這個不行 這個我得憑良心講話 所以我一直是堅持這件事情 而我這反對有沒有用處呢 有一點用處 因為後來國內很多別的領域的科學家 也群起反對 所以後來把那個加速器 從1億美元的計劃降低了 成三分之一 所以那個三分之二 省下了的錢 我覺得我也有點貢獻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很愛講話 很愛發表自己意見的人 但是對於他的專業 就是他是非常直率的 就他很少把自己的私利放在裡頭 我最欣賞翁凡的地方 翁凡最欣賞我的地方 我想是同樣的 就是我們都是真的人 所以我們不做假的 尊重內心的想法 回歸真實的自我 是楊振寧看中的 儘管他從1945年到2003年 在美國生活了58年 作為全美華人協會會長的他 也為促進中美關係 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然而對於故土的眷戀 以及牢記福利的心願 還是吸引了他在81歲那年 選擇葉落歸根 回到他兒時生活過的地方 清華園 並且工作至今 楊振寧跟我們最大印象 比他記憶力特別好 他就非常喜歡講故事 幾十年的時間裡面 各種不一樣的故事 你在跟他日常的接觸 你不會覺得他是一個 是一個物理學上面的一個巨人 他跟你的印象是一個很親切的 在楊振寧的自傳《曙光集》的前言裡 他這樣寫道 幸運的中華民族終於走完了這個場夜 看見了曙光 我看不到天大亮了 楊振寧答應替我看到 究竟在楊振寧的心中 這是一份怎樣的憧憬 我憧憬 我希望過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以後 中國的人均收入達到了 發達了的國家的水準 這是第一 第二 中國的文化傳統 是恢復了幾千年文化裡的優點 而又吸收了 近代西方文化裡的優點 變成一個總和性的 新的一個影響世界的文化 我想這個是可能的 從一個立場講起來 甚至於可以說是非常可能 可是當然不敢講 這一定是這樣 這裡頭未知數還很多 你知道原子彈當初爆炸的時候 那是震驚了世界 後來又有氫氣彈 氫氣彈比這個原子彈 是幾萬倍的力量 那就有個問題 說將來氫氣彈會不會用在未來的 戰爭當中 講到這點 我必須要說 我不是絕對的樂觀主義者 也就是說您認為 人類是很有可能 愚蠢到有一天自我毀滅的 你要讓我直接回答 我說Yes 你會越來越保守 對於這類的問題的看法 是比較冷靜一些 也就是採取了 比較像包一關的方向走 就溫帆你看到楊先生說這段話的時候 你的感受是什麼樣的 因為他們這一代人 經歷的這種歷史的變遷 世界的格局 包括個人命運無法左右 這種感受是非常深刻的 你會不會覺得已經跟你有了代溝 我就是會從理解的角度去看 他們這一代人經歷過的社會的變遷 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不能夠 就深同感受的一件事情 我們小時候這個 已經基本上是現代化了 然後中國也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也不再受人欺負了 就是我會很感動 他會說 我可以替他看到天亮 然後有時候我們講話 他會說 假如將來是這樣的話 你不要忘記告訴我一聲 他會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 就講笑話一樣的 講這一類的話 這地方 是馬上的 一陣子